怎麼說 改善不是的話 是辭職 那我的朋友很多時候 萬華公會跟你說 他們在各鎮裏面 他們協商 將問題提出來就解決了 其實事實不是這樣 施壓 我們很大的功能 在我們這個強明的壓力之下 我們在過去一年來 全國各地 在很多地方我們舉辦出 我們搞很多的 怎麼說 人民的運動 結果我們逼到選舉委員會公開宣布 在他面前 將180千的死人 由這個選民策 將是移出來了 這個不是我宣布的 這個是選舉委員會的主席 Rashiti的宣布 十百萬的死人 將他在選民策那裡移走了 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公平選舉的聯盟的話 這個死人 這十八萬 還繼續在選民策裡面 還會出來投票的主席 在我們的施壓之下 他要求說 我們國家太多幽靈選民 我們有很多人在不同的選區去投票的 我們不知為何他們會有這個身份值 能夠到處去投票那種的 投票可以拿誰那種的 我們要求我們的選民投票之後 我們就好像印度 菲律賓 南美都這些國家那樣 塗上這個不配色的這個墨水 那這個墨水在我們手指甲幾天 然後就可以洗掉 在頭頭呢 這個選舉委員會的主席說 他說 本來我們要這樣做的 回國黨反對 那我們都是問回國黨 回國黨說 我們根本沒有反對 那他們呢 回國黨呢 就去請來 那位 他們的敵口來說 說在這個指甲那裏 這個墨水 不配色的墨水 應該迴反他們回教的教義 因為他們的手不可以 他們要祈禱 不可以有歐洲的手來和這個祖席祈禱 所以他們回國黨就搬來 東南亞一個很出名的湖南亞 一個宗教師 這個宗教師就在東南大會 同一個三千人的一個很大型的赤嵐媽裏面 會宣布說 一個公平的一個選舉 符合這個回教的教義 所以這個回教是沒有阻止 選舉委員會呢 秒反對選舉委員會呢 在這個選民的手指那裏 塗這個脈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選舉委員會沒有了理由 那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國臣那裏反對 碼碼公會王家淺說 這些是很古老的做法 要反對 接著民政黨又反對 接著納粹來說 國臣不贊成 在這個手指甲那裏塗這個脈 但是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campaign之下 現在選舉委員會說 下一次的大選 會在所有選民的手指甲那裏 塗上這個脈 表示我們頭過跳 而阻止這個幽靈選民 但是呢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到底這個會不會 最後會不會實行 現在我們還可以來看 各位朋友 其實 如果我們現在說 我們這個 半島區的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有機會